早几年,成龙有一部古装电影《神话》 可谓带观众尽可能地领略了 秦始皇陵的奇妙壮观 比如地下皇陵里水银堆砌而成的百川大河 河上甚至还有机械制作的船只 此外还有人鱼膏打造的长明灯 历经上千年也不会熄灭 这还不算最夸张的 电影后半段进入皇陵中心后 整个核心地带因为陨石的原因还产生了引力异常 成龙扮演的蒙翼和吃了长生不老药的玉树 竟在皇陵里飘了起来 着实令人嘖嘖成奇 当然,电影毕竟是虚构的 但关于秦始皇陵的传说 古往今来就一直没少过 电影虽是虚构 但里面还原的场景也大部分基于民间传说 此外还有更玄乎的陵墓飞燕传说 相传是项羽当年挖秦始皇陵 结果一打开陵墓大门 便飞出来一只金色大雁 吓得项羽和部下们纷纷退出 并下令封死秦始皇陵 不可否认 这些玄之又玄的传说背后 无一不都是一个目的 即阻止后人挖掘秦始皇陵 那么,真实的秦始皇陵 真的有那么凶险吗 凶不凶险 暂切放一边 我国考古学界 其实已经挖出了一部分秦始皇陵 在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那会儿 我国考古部门对秦始皇陵 进行过一次系统的勘探和挖掘 而著名的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始皇陵兵马俑 便是在这一时期出土的 要知道 如此雄伟壮观的兵马俑 也只是秦始皇陵的冰山一角 当时考古队经过勘查后 预估整个皇陵的面积 达到了56.25平方千米 相当于78个故宫大小 如此硕大的帝王陵墓 实乃史上之最 然而 就在兵马俑出土后不久 考古学家们却终止了 对秦始皇陵的挖掘 所有考古工作戛然而止 直到现在 秦始皇陵的挖掘进度 依旧停留在几十年前 而这些对于整个皇陵来说 还不到20% 所以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考古学界 中断对秦始皇陵的挖掘 难道传说是真的 因为考古学家在皇陵里 发现了什么凶险的东西 因此才中断的吗 其实 只要看过秦始皇陵 所在地区的卫星云图 这个疑惑便会打消了 因为根据云图上显示 秦始皇陵深达51米 底边周长更是来到了1700米 最关键的是 它和整个丽山连到了一块 这便意味着想要让秦始皇陵全部重建天日 就必须要劈开整个丽山 当然 用炸药炸倒是很快 但考古工作只能精雕细作慢慢来 炸开山 那还不如不挖 而如果按照正常的考古慢工 挖掘整座丽山的工作量 简直大到难以想象 纵使将全国考古队都调往丽山 恐怕也要挖个几十年 因此 从卫星图上便能直观地看出 挖掘秦始皇陵的工作量和难度 此外 当年文物保护技术也不算很成熟 就算动用人力物力将秦始皇陵挖空 里面出土的上万件文物 又该如何保存呢 贸然挖掘 只会造成大量文物出土后 被风化侵蚀 造成二次破坏 当然 还有一点就是考古资金问题 当年国家经济还不算发达 光是发展工业 就已经耗费了大量财政收入 哪里还有拨款用于挖掘秦始皇陵 此外 还有一点相当重要 便是 秦始皇陵周边的土壤 检测出了相当高的拱含量 这表明当年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 秦始皇陵里 水银海 极有可能是真的 如果秦始皇陵内部 真的存在大量水银 如何处理 也是考古学家们 一件相当棘手的问题 所以 结合上诉种种原因 秦始皇陵的挖掘工作 在兵马俑出土后便戛然而止 如今虽然算是重新启动了挖掘工作 但进度十分缓慢 可能好几年也就新挖一个木坑 如此速度算是给了皇陵出土文物最周全的保护 按照这个速度 未来秦始皇陵想要挖掘完 或许还得等上个百来年 或许将来科技有所革新 生产力水平快速发展后 秦始皇陵可以提前展现他完整的宏伟雄资 接下来说 考古专家证实 秦始皇陵墓修建分为六部 最后一部保陵墓两千年 秦始皇陵从开始修建的一天起 就注定将是一项镇术古今的工程 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 秦始皇从13岁就开始修建陵墓 到秦朝灭亡时还没有完全修建好 前后历时超过38年 1974年 陕西农民在打井时 无意中挖出了秦始皇陵陪葬的兵马俑 就此揭开了秦始皇陵考古的序幕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考古队通过一系列的勘探 发掘 调查 确定秦始皇陵一共占地超过56平方公里 主要由地宫 地面建筑 陪葬坑等组成 其中以地宫的修建最为复杂 在考古队公布的最新消息中表示 通过对秦始皇陵地宫的勘探 考古队已经证实 秦始皇陵地宫的建造过程一共分六步 第一步 开挖地宫 最先开始的是要修建排水设施 现代考古数据显示 秦始皇陵附近的地下水位在15米左右 而秦始皇陵地宫深度超过30米 所以如果不解决排水问题 根本无法开挖地宫 要想排出地下水 就要在地宫周围开挖一道排水渠 并且深度要超过30米 将地宫围成一座孤岛 这样才可以继续下一步工程 第二步 当排水渠将地下水全部排出之后 就要开挖地宫木阔 根据地下摇杆技术显示 秦始皇陵地宫 东西长170米 南北约145米 地宫挖到底层之后 要先用清高泥铺满用来防水 然后在上面夯土压石 之后再铺设砖石 以确保陵木地基的稳固 第三步 木阔挖好之后 就要修建地宫建筑了 考古专家介绍说 整个地宫面积超过4000平米 一定会分为很多区域 最先修建的肯定是主墓室 要放铜棺、石果等等 史记中提到的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都要在此时开始布置 主墓室修建完成之后 要将所有陪葬品 放入副室或尔室 才算完成对墓室的修建 第四步 在春秋战国时期 树穴土矿木 都是用土直接回田的 可对秦始皇陵的勘探显示 在地宫顶端 存在大量石制板材 说明在地宫之上 还有卷气石顶 史记中还记载上具天文 说明在地宫顶部 有绘制的天文星宿图 第五步 墓顶完工之后 就要开始进行封土的回田 很多人认为 这是修建陵墓的最后一道工序 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现在秦始皇陵的封土 南北长515米 东西宽485米 如同一座小山 实际 大石壁 已藏 壁中县 下外县门 禁壁 工匠藏者 无复出者 就是说 在回田封土之前 要先将地宫大门全部关闭 同时将修建陵墓的工匠 全部封死在地宫中 这样才能确保陵墓的安全 第六步 最后一步是整个陵墓的关键 那就是要立刻回田排水渠 这关系到秦始皇陵地宫 能否保存数千年 不被地下水侵蚀 考古队专家介绍 由于排水渠下 铺设很厚的清高泥 所以秦陵地宫内 至今仍然没有地下水换 得以保存两千年 建设排水设施 挖掘木矿 布置墓室 卷气石顶 木顶封土 和回田排水渠 专家指出 秦始皇陵墓修建 依照设计严密的步骤 才能使它历经两千多年 依旧保存完好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